上回说到了一种能够促进植物生长的植物积素 生长素 不过客观且慢 生长素没那么单纯 它可以促进生长 也可以一直生长 真是所谓谁可在舟亦可在舟 所以说生长素具有两重性 浓度低的时候 才能促进生长 浓度高的时候反而会抑制生长 这让我想起了一种心理疾病 叫躁郁症 就是一会儿抑郁 一会儿躁动 也是具有两重性的 上回还说到生长素可以横向运输 可以横向 显然也可以纵向的 宝宝就是任性 你来打我呀 纵向运输又分为急性运输和非急性运输两种 其中急性运输只能从形态学上端 向形态学下端运输而不能倒过来 这个是由植物的遗传物质决定的 和重力没有半毛钱关系 急性运输只发生在幼嫩组织中 这里说到的形态学上端通常指的是 经间根间等 也就是新长出来的部分 和物理空间上的上下左右并没有直接关系 所以根间产生的生长素会向上运输 而经间产生的生长素则向下运输 结合刚开头说到的生长素的两重性 我们就来解释顶端优势和根的相地性这两个现象 先来说一说顶端优势 就是顶牙优先生长而侧牙受到抑制 也就是树的主干最粗最长 分叉越分越细越分越短 所以很多树都是宝塔形的 我这样的抽象派艺术家就经常把松树 画成一叠三角形 为什么会长成这个样子 因为顶牙产生生长素是向下运输 积累在侧牙 这样顶牙浓度低 离顶牙近的侧牙浓度高 往下浓度依次降低 生长素浓度高的地方 抑制作用就越强 树枝就越难生长 从净化的角度来说 顶端优势无疑是一件好事 一片林子里 长得最高的那棵树 可以获得最多的阳光和老天爷的眷顾 长得矮的 阳光就被大哥哥们挡住了 久而久之势必要营养不良 不过到了现代社会 人类总是需要不停的吃吃吃和买买买 其中就需要大量的棉花和水果 棉花上的棉林 桃树上的桃子 都结在这个侧枝上 这也很有道理 如果果子都长得高高的结在顶端 哪有小动物能吃得到 小动物吃不到 谁来帮小树苗播种呢 所以农民伯伯要提高棉花 水果产量就要促进侧枝发育 而自然状态下 植物具有顶端优势现象 个子高的才是爸爸 所以要多修剪 才能降低侧枝的生长素含量 促进侧芽发育成枝 解除顶端优势 枝多了果也就多了 这简直是矮子的逆袭好吗 我想到了江湖上流传的一句 无法证实的拿破仑的名言 我的个子是比你们矮 但如果你们因此而蔑视我的话 我将马上砍下你们的头 消灭这个差别 可是人家拿破仑其实有一米七呢 算上当时的营养水平 真的是不见得有多矮啊 再来讲讲根的向地性 根据急性运输的原理啊 靠近地面一侧的根生长素浓度比较高 由于根对生长素更敏感 所以贴近地面的根部生长 受到了抑制 于是根就会向地生长 那么为什么精是向上长的呢 虽然经靠近地面的一侧呢 生长素也比较多 但是由于经呢 不如根那么敏感 适量的生长素刺激生长 静地侧生长速度快于背地侧 于是经就会向上长了 根牙 经对生长素的敏感性依次降低 根往深处长也是很有用的 如果根太浅 就像地基没有打扎时 这风吹雨打的很危险的 根深蒂固才能长大数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